恭喜分局长 庆祝活动开始 首先由草屯分局局长 曹祖宁 颁证奖牌给有工人员 包括警察弟兄 义警 义娇等 所有接受颁奖的人员 在本年度都也相当优异的表现 曹分局长表示 草屯分局为了鼓励所有同仁 特别举办这次庆祝活动 而这一年来 草屯分局也破获了两件枪启案 一件强盗案 在公租商的表现 可说是可圈可点 我们草屯分局 为了鼓励所有的同仁 以及对地方上 各位士绅 民意代表们 对我们警察同仁都非常的爱护照顾 我们今天举办一个 隆重而简单的一个颁奖典礼 颁证给33位基优的同仁 那这一年来 我们草屯分局的同仁 也侦破了两件的枪启案 一件的强盗案 还有各式各类的毒品通缉案等等 在工作表现上 都是可圈可点 奏向地方人士的肯定 那我也期许我们 让全体警察同仁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能够更努力更认真 以符合民众的期待 一交草屯中队副分队长张广志泽表示 警察的工作就是为民服务 草屯地区的一交 主要是针对交通尖锋的时间 集入口 从事疏导工作 以服务民众为终止 今天刚好是104年的警察节 那么就在我们是所属草屯分局的各单位 就年度的警察节来表扬各单位的机优人员 在去年度的一年的辛苦 我们对因为这个民众对这个我们这个警察的这个一些期许 那我们这个本来警察的工作就是就是为民服务 那么就像我本人是担任这个交通议警的工作 那么以我来讲的话 那在这个我们这个草屯这边的这一些交通的情况 我们就是平常就是要去做一些在尖锋时间 或者是有一些交通这个事故的时候 去帮忙做交通疏导的工作 那就是以服务民众为终止 尽量以多数民众的利益为优先 任何事情任何政策在执行 不可能百分之百所有人都满意 以大多数的民众优先扶子为先 过去我过去就从事一些这个军职的工作 这个都对这方面都相当鲜熟 然后说要就义不容辞的加入这个工作 帮助这个交通疏导的这个疏散的工作 那国道六号通车以后 这个交通的这个繁重的勤务就比较获得疏解 但是因为这几年 这几年这个小客车的那个成长的数量 非常的非常的高 那民众 而且你这个在我们这个交通的要道 镇内一些交通要道这些风时间 也都经常的这个车辆都会造成塞车的情况 然后就是做一些交通疏导的工作 让民众更方便的使用道路这样子 这次的颁奖 共有33位警役交通人获奖 每位受奖者都是在自己的稿位上 有结束的表现 堪称为警戒开摩 朝奋局长也勉励所有警察弟兄 要以服务民众为根本 以护社会治安为己任 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安居乐业 并消弥犯罪于无形 如此才是尽职的警察人员 感谢观看